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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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军在相继占领上海南京之后 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武汉会战 由于敌我双方势力的悬殊 在会战进行之初 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经做出迁都重庆的决定 七月二十八日 第一集团军少校作战参谋林佩东 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最高指挥机构的命令 让他火速从前线赶回 第一集团军作战处少校参谋林佩东 前来向代长官报到 林参谋 一路辛苦了 不过恐怕没有时间再让你休息了 这是委员长写给你养父唐绍仪先生的亲笔信 你马上回趟上海 把信安全地交到唐先生的手上 武汉会战的形势不容乐观哪 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 把重庆作为战事的陪都 委员长考虑到唐先生的安全 想尽早把他从上海接出来 这是你此行的目的 明白 到了上海 我的人会和你联系的 是 就在此时 刚刚出任日本驻华特务总机关长的突发 在此时 他将军事委员贤二 也由东京抵达上海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是要执行一项 日本禁卫内阁通过的绝密计划 你看我这道房子怎么样啊 哎呀 房子自然是没得说了 不过少翁啊 怎么这个时候想起购置房产了呢 哈哈 日本人大炮一响 上海滩那些有头有脸的人 不是跑到武汉 就是溜到香港去了 我不过是捡了个便宜而已 哈哈 这么说 少翁是不准备离开上海了 哈 如今这个乱世 仔细想来 还是在租界里比较清静一些 我已经把内人和孩子送到香港了 由岳生老弟召喚他们 孤家寡人 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了 可是我听说 蒋先生最近要派人接进去武汉 不是武汉 是重庆 武汉会战刚刚打响 政府就已经决定 重庆作为战士陪独 居然还对外宣传说保卫大武汉 你也还没有看到 就是故障类装 走 非由前走 由领税 造成行 当来 蒋介石的为人 我是太清楚了 他是怕日本人打我的算盘 将来跟他分庭抗礼 明远老弟 你今天 不会是替老蒋当说客来了吧 我徐某人 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呀 不过现在上海 已经成了一个孤岛 租介也未必平安 少翁应该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请 既然如此 老朽倒有一事相求 请少翁明示 找一个人 到奉田包我的养女接回来 兵荒马乱的 一个女孩子家在外边 我不放心呢 这个人如果好用 将来就留在我的身边 人倒是有一个 倒来听听 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 叫孙一乔 以前是政府派驻 东京的一名武官 人嘛还算得上精明 嗯 少翁 您不妨先用着再说 事不宜迟 这件事你就尽早安排吧 明月老弟啊 有空扛到我这里来坐坐 我一个人待在这套大房子里 冷清的很呢 我会不时来讨扰少翁的 好 少翁 那就请留步吧 美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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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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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知道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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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irl conflicts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梅 佩东 你怎么回上海了 我刚到 得先回到家 回家 对 江万园长给我伯父的一封亲密信 我得送去 如果再有十分钟等不到你 我可 你就给我十分钟的时间啊 过了星天 我都属于你 佩东 我刚从那边回来 日君在租界外围戒备很严 你得当心点 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佩东 接着 还是改不了左撇子 那边怎么回事 干什么的 我刚下火车 回家 家就哪里 不开三路 中间拿出来 哦 我刚下火车 回家 杀住他 杀住他 病人伤势很重 需要马上手术 通知约翰大夫到时候是 约翰大夫请您来医院一趟 什么了 有个重伤病人需要进行手术 王大夫让您赶紧来一趟 好的 好 爸 兰兰 你怎么了 我遇上佩东了 佩东 就是上次送我回家的那个军官 林佩东 你是说唐少爷的养子 对 就是他 我们刚刚分开 我就听见法族界那边 响起了枪声 来了 你别着急啊 慢慢说 爸 我担心他会出事 你不是说过林佩东 随部队撤到武汉去了吗 可是他已经回来了 听说是老蒋有封亲笔信 要当面转交给他的养父唐少爷 是这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啊 被击伤的军官叫做林佩东 是第一集团军司令部的一名作战参谋 这次明祖城王之锦要关头 王少翁以国家大业为重 摒激前嫌 且幸好则热由使者陪同来汉 共上过世 忠贞翘首以待 如此看来 在同一时间里 我和蒋介石 都想到了这位唐少爷先生 我和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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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想到了 这个电队 在荣介石 我和蒋介石 封面的游戏 封面的游戏 是个人在适当的 我和蒋介石 在《蒋介石》 我跟蒋介石 调子 ei 好 我和蒋介石 调子 要分配 要分配 之类 照料 3000 这话你可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 为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这是医术吗 医术是属于全人类的 我们现在是在做手术 将军 您说的这个唐绍仪是何许任意 说起这个唐绍仪 话可就长喽 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啊 此人是慈禧太后派出去的第一批留学生 那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等他学成回国之后 便担任了中国国民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 几年前一二八那阵子 我倒是和他打过交道 也算是老朋友了吧 至于这封信当中所提到的那位侍直 可能就是林佩东参谋吧 可他怎么姓林啊 他应该是唐绍仪早年的副官 你怎么和他一起选择 他就担任了什么 你不必是为了 这年轻人 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喂 哪位啊 唐公官妈 是啊 我是梅艺轩 梅艺先生啊 好好好 您稍等啊 谁的电话呀 梅先生 法租界的梅检察官 一泉老弟 有什么事请讲 唐先生 这么晚了打搅了啊 我想问一下 林少爷回家了吗 你是说佩东 对啊 他回上海了 怎么 他没回家 是啊 宣伟 你 这就是林沛东 是的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是谁啊 医生 他是来看望病人的 你是 我是新来的护士 我的病人刚刚做完手术 希望不要打搅他 对不起大夫 我这就离开 立即和法租界巡捕房交涉 封锁人进医院 不许任何人 接近这个林沛东 好 将军 您刚才见到这位林参吗 为什么要说不可思议啊 秋子小姐 你的好奇心 还是这么旺盛啊 是的 那个林沛东 能引起您如此大的兴趣 不会就因为 他是唐少仪的养子吧 当然不是 不是 那是意味什么 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秋子小姐 王大夫啊 这么晚才下班啊 晚上做了立手术 哦 上海现在这么乱 你们家打算 拜到外地去吗 哦 这事我还没考虑呢 是吗 哦 再见啊 再喂再喂 哎呦 哎呦 哎呦呐 你今天怎么又上夜班呢 啊 差点回不来了 啊 啊 怎么了 晚上临时有一个中国军官受了枪伤 手术抢救了四个多小时呢 这附近的战事已经结束了 怎么还有伤病啊 谁知道呢 啊 啊 啊 嗯 嗯 嗯 人怎么样了 总算就过来了 啊 给我倒杯茶吧 累坏了 昨天什么呀 伤疑冲心 hvis你 伤疑冲心 还有人说 这个人 这个人 这就好 佩东这孩子 怎么偏偏选这么个日子回家呀 是啊 好 怕你吵醒了 你在给谁打电话 一个朋友 朋友 你的朋友 怎么关于及我的病人来了 老曹 今年是我们结婚整整十年 这十年当中你交过什么朋友 做过什么买卖 我从来都没有问过 确实是 你自己的良心 你怎么 不愿意 我都会发生了 你怎么 这个人 你怎么 老爷 医院已经被巡捕房封锁了 不让人进呢 不让进 任何人都不让进 我 我递上了老爷的骗子了 可是 岂有此理 他们眼睛里还有没有我唐少爷了 去告诉他们 我曾经执掌过这个国家 什么 不让进 去探视一个病人 这违反哪家法律啊 你先不要跟我谈什么法律问题 我问你 我这个病人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回 还真让你给说着了 那个林参谋 是我一个朋友的亲戚 朋友 你哪那么多朋友 安娜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讨厌你闪烁其词 安娜 自从中日之间开战 我这心里 就不是滋味 我身上既有中国人的血 也有日本人的血 这跟战争有什么关系 历来战争 都是民族仇恨的起点 当初我嫁给你 就有这样的顾虑 我通合这场战争 我甚至担心 在这种形势下 你我还能不能继续做夫妻 安娜 这个星期天 就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我想带你到城隍庙 去挑一件礼物 不需要 我想送你一枚戒指 一定要送 天下这场战争 还让人担忧 上海南京相继陷落 武汉战时赤金 这场战争正在走向 一想不到的疯狂 是 是 那 咱们约定一下 如果哪一天 我们家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就在窗户上 挂上这面蓝色窗帘 你不要吓我呀 我只是为了防备意外 曹瀚 你究竟做什么的 我只能告诉你 我做的工作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道说 上天真的赐给大日本帝国 一个潜在难逢的良机 报告 将军 按照您的指示 关东军特高克的中岛少佐 已经连夜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今天晚上将抵达上海 我亲自去接 很好 求自小姐 有劳你 给这位中岛少佐 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已经安排好了 是帝国军官俱乐部 不 我不需要那么体面的地方 将军 那您的意思是 我不需要一个阳光明媚的场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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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e 解决 了 马尔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叫孙一乔 是许唐公馆当差的 孙一乔 刚接到电话 让我赶这趟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姐 这里不允许外人进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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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